我们回过头来看国务院的改革 国务院改革现在已经谈出来了 官方国务院方面做了一个说明 总共有13条 其中有6条和金融有关 包括组建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 建立中央金融管理部门地方 派出机构为主的地方金融管理体制 你想想 证监会归属国务院 中国人民银行分支机构要进行改革 国有金融资本管理体制要改革 还有就是所有这些机构的人员要统一管理 都纳入公务员的系统 我的理解就是有大问题才会有大改革 所以秦鹏你觉得涉及这么多金融 银行资本这一方面的改革 难道是这方面出了大问题了吗 这方面出了大问题 因为我们记得前几天实际上在这个就抓了一个金融大佬 对吧 所以他本身呢一直在去说 看起来互联网行业或者其他的小企业都停止了这种反腐或者是整顿 那为什么又开始呢 是因为金融它就是不可能放松的 所以我们现在就看到了金融整个大的这个体系 大金融在新改组 原因的话呢就是这里边有两大问题或者三大问题 一大问题呢就是2015年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有一个超大的一个股灾 那个背后的话呢实际上是一个金融政变 江派的话呢联合了一些我们说包括华尔街的 包括中国的这些这种金控公司 一些这种资本界的大佬 新闻机构 包括新闻机构 包括证监会 对吧 整体的话搞了一次这种联合这种政变 目标的话呢是把习近平打下去 对 而习近平当时是非常狼狈的 政治当时是派出了这个公安部入驻证监会 所以你当时出现这个多大一个危机 对吧 后来呢好容易按下去了 那背后的话呢后来发现了什么中信啊 或者什么这种国家队在里边就是在去折腾这个习近平 包括肖建华这些都是 没错这些都是 对 所以的话呢那之后就开始呢整顿这个肖建华 吴小辉啊 还有很多这个整个金融的这个大领域 但是呢这个整顿其实这个金融是最深的 谁最深的 因为现在的这个全球经济都有 这几十年都有一个特点 叫做资产金融化 对 这里边的这种专业性或者的复杂性是 很一般是根本搞不懂的 就行业内的人的话也都得非常资深非常厉害才能搞懂的 所以对习近平来讲这是他意义是他的一个短板 也是他一个痛点 所以的话呢这一次他要去做这个改革 那么为什么拖到现在的话呢 除了这些要去李顺这个抓出来一些人 还有一个原因呢 他之前还隔了一个人 王岐山 就是王岐山呢这个人其实是很特殊的一个人 就是他在这个金融领域是非常非常自身的一个官员 他是真的懂 可是呢这个人你可以说 他是有自己的这样的一套思路 自己的这样的一套权力体系 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这种我们说小利益集团的 包括这种海航对吧 就是他的一个自家花园 所以这种情况下的话 那么他又在前期帮着习近平去做了那么大的贡献 那么到后期来讲 你即使给他整顿其实也是需要个过程 所以呢现在呢这个王岐山终于是正式下来了 那么当然就开始这个对整个大的领域进行这种整顿 所以这个呢是这个 也就是说抓权力 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看到 中国的这个金融或者整个财政 各方面来讲大家都知道说高负债 对吧要出问题 那么会出在哪呢 没人知道 对吧会出在方方面面的 这个时候的话呢怎么办 那么按照习近平他这个习惯的做法 就要把这个人派下去 把这个这些权力收上来 对吧 所以就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呢 去把这些人管起来 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次呢 也就是试图通过这样一个方式去控制未来可能随时爆发 就是我们就金融的灰犀牛 金融的这个黑天鹅等等这一系列的高风险 所以这个其实也是他的一个考量 对对对那郭总编你怎么看这个金融方面出了大问题吗 还是你从你的角度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确实是在金融方面出了大问题了 刚才那个秦峰说到的2015年股灾 那个是一个金融政变 包括政治局常委的子弟和家族都介入了 那个时候新华社那个发稿 就直接配合着那个抛售和这整个行动 所以那一次是吓了一身冷汗 他直接冲击他的政权 当然他是在雷洋事件之后了 就是他说习近平在那一下 他就他开始重新他退了很多步 然后再重新再一点点的收拾 现在就回来了 所以确实是出了大问题 习近平上台反腐了搞得轰轰烈烈 一个贪官整下去 就涉及到几个亿的金额 你看一下金融资本这一类公司出市 动作就是上千亿的资金 对经济冲击很大 对中共冲击也非常大 比如说河南村镇银行就几百亿 比如说房地产公司倒闭 这涉及的金额都有非常 就是几千亿人民币 所以比如说我们最震惊国际 大开眼界的就是蚂蚁金服上市被叫听 那个影响有多大你很难想象 蚂蚁金服在香港上市 冻结的资金就是认股的股票 冻结的资金有20万亿人民币 创下了世界纪录 当时是英国的超过英国的GDP了 所以说香港一些当时投人股计 就是说因为冻结资金 损失的利息等等 这超过了差不多一万亿港币 所以就是说这个是什么概念 说句话说实话 它是相当于抓了一万个大贪官 所以现在就是说中国地方的政府债务 加上隐形的债务 已经超过了一百万亿人民币 几乎等于中国一年的GDP 就是比如就是说按国外的标准来算 中国三分之二的地方政府其实都已经破产了 所以所有这些的中共不认为自己的体制有问题 或者是它的措施出了问题 它都认为是别人的问题 而且它就认为是没有控制好 还控制的不精确 还有像刚才秦布说的有漏洞 这种漏洞让它非常的恐惧和不安 所以这次出来这么多的金融的和资本方面的 那个所谓的改革 它认为是要抓得更紧控制的更紧 我非常同意大家两位的观点 其实就是说白了 这次金融改革最关键也是 就是习近平还是不放心 但是我考虑一个什么问题 就是他这样改 一能解决这个问题 第二它带来的后果是什么 因为我这里面可能我最关注一点 就是说这个证监会 它从一个事业单位 变成了一个完全的政府机关 公务员 公务员了 因为它是公务员了 那我本身以前在事业单位做的 就事业单位它其实跟机关它整个的运行轨迹是不一样的 游戏规则也是不一样的 首先一点比如说原来在证监会 那因为它本身事业单位它有可能工作会比较高 工资高 我跟着这个市场走啊 就像比如说我在电视台 我的收入肯定比广播电视局的那个科技干部高 因为我是制片人的时候 我月薪可以达到一万 对吧 那他可能他这个科技的干部 他说也就四五千 那么如果说把我全部跪到那儿管了之后 第一我愿意吗 所以我当时我当时想 这个是不是会首先造成一点 就是这些证监会的这些 因为这些人他毕竟还是有一定能力的 而且有一定学历的 有一定知识储备的 你碰一下子你说因为你到了国务院了 大家你必须给人家平等嘛 对 对不对 可能咔嚓先给你砍掉一半 你知道证监会最高的工资是谁吗 我不是他 石美伦 这香港去的 香港去的那个证监会 它是一百三四十万一年 那个时候你要想到九十年代 九十年代 对啊 你在中国是不可想象的这样一个公司 他当然他就是有意安排的和政府不一样的一个体制 这是一个机制来管理这个股票市场 嗯 其实这个东西啊说起来要追追踪的话 就是刚刚你说的追踪到王岐山 对 因为这个整个中国的早期的证监会和政府里面管证券的那一批人 很多都是出自北京的那个证券设计中心 王伯明 王东明那一批人 就是后来搞财经杂志的这个老板 那一批人 还那里面当然还有很多都是后来证监会的一些官员 嗯 最重要的一个人就是王岐山 跟他们是一伙 就是一个集团 所以他们在当时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 他也有他的正面的想法 很简单因为中国股市所有的上市公司 比如中石油啊中石化这种巨型的电讯的银行啊上去以后 最大的股东是谁 一定是国有资产的管理 管理机构 就到现在也是中国的股市 如果我们假设有一百万亿的这个市值吧 中国的国有资产一定是占了大概七七十万亿 百分之七十左右吧 剩下百分之三十是市场在玩的 现在为什么你把这个不是现在 当时为什么要把证监会变成一个事业单位 就是相对来讲是一个社会的独立的一个机构呢 因为这样你才能填出市场啊 因为你要给大家信心啊 很简单你一个足球队队员是你的比赛 证监会就是裁判裁判也是你的 然后你设计规则的这个 我这个规则该怎么踢也是我设计的 而且你还老改啊 球门还可以移来移去的 谁会跟你下场去玩这个东西 所以在早期他需要大家就是有这个信心 所以他专门设计了这样一个机制 而且还怕你不放心 把香港的这个施美轮请过去 当然香港施美轮到现在 已经跟中国政府穿一条裤子了 我相信这也是利益的一个问题吧 一个利益的问题 他就是在表面上要设计一个这样的一个东西 但是这样一个东西呢 在中国这种权贵资本主义的这个体制之下 他就越长越畸形 最后变成了他们自己是一个非常非常 强悍的这个利益集团本身 结果会反斥 不但是对股民 不但是对社会 甚至对中共政府都会反斥 我觉得现在他们的这个金融改革 可能很重要的一点就是 他要反击 这个习近平他作为政府他要反击 他觉得你这个有危害了